大家好,我是艾米尔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这三种人其实是很危险的 很可能就在你的身边 一定要注意 第一种人就是那种情绪极端不稳定的人 这种人往往让我们感觉他是性情中人 特别的真诚 高兴的时候就是狂喜 生气的时候就是愤怒 害怕的时候也表现出极度的脆弱和恐惧 可是为什么我说这种人很危险呢 情绪是什么 我看过最好的一个定义 他说情绪是我们行为的深层驱动力 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情绪 我们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 所以这种有极端情绪的人 就很容易有极端的行为 比如说伤害自己伤害他人 有一些我们正常的这种生活中 不会期待发生的那些事情发生 所以遇到了这样的人要远离 多跟那种情绪平和稳定成熟的人打交道 第二类人啊 就是我们说的 在他的生活中重叛亲离的人 就是我们常说的孤家寡人 连他最亲近的什么父母啊 爱人啊都不理他 是工作中生活中也没有朋友 这种人啊 往往你刚接近的时候 他会对你特别特别的好 你当时你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啊 可是你要知道 因为他已经重叛亲离了 所以他会把你当成生活的一个抓手 他你会成为他在生命中唯一的一个依赖 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要知道一个人重叛亲离 他虽然很可怜 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一定有他的原因 这样的人一旦你跟他接近了 好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一旦某件事情你没有满足他的期望 他觉得失望了 进而绝望了 他可能就要把自己所有的不满 所有的怨恨全都发泄在你的身上 而且这样重叛亲离的人啊 通常他事业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成就 可以说是一个光脚的 而你是一个穿鞋的 如果你们之间起了冲突 那真的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他用什么样的手段折腾你 你可经不起这个折腾呢 第三种人啊 我们称他为过程上瘾者 通俗来讲就是那种比方说酗酒啊 赌博啊成瘾的人 上瘾是什么意思啊 上瘾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行为了 如果我说今天想喝一点酒就喝一点 明天我不想喝 或者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就不喝 那就不叫上瘾了 对吧 上瘾就是说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那么酗酒也好 赌博也好 一旦上瘾 你就发现这个人啊 变得有点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 因为生活中什么样重要的事 重要的关系 都抵不过他成瘾的这个事物 比如说有时候有很重要的事 那么他喝酒也会把这个事耽误了 比如说有时候明明手里没有钱 他也会去借钱 甚至是借高利贷去赌博 这都是上瘾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所以呢 这种人如果你接触酒了 你会发现之后他喝酒可能误的是你的事 他赌博可能借的是你的钱 所以有上面这三种行为的啊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都是挺危险的 如果大家遇到了 一定要绕道而行 不要跟他们太亲近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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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